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北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我们讲到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精神 就是凡事内求的精神 哪怕是一个雾气 比如说两只铁壶 这是最纯粹的物质了 但是在中国文人看来 它仍然是一个自我的反射 投射 你在喜欢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你所喜欢的物件 去解读你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艺术家 当代的艺术界 经常我们批评一些艺术家 没什么才华 但还挺能横溢的 太可怕了 就是说我们传统人 你即便真的才高八斗 你也要内敛 所以我们当看到这把壶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它已经离我们的精神有点远了 我再来看看 这把壶比这两把壶都来得轻一点点 那不是轻一点点 轻太多了 这叫薄乳纸 是吗 这个壶的壶壁在铁能够住后容易 薄乃 他们做的这一批铁壶 以壶体薄为显著的特征 而且它集中了所有的传统铁壶的因素 荣为一身 这就是明治革新开始了 也就是我们看到明治期之后 日本已经进入了近代历史 它的精神不再像以前 禅宗精神 然后武士精神 这么样的统一 它的精神变了 它的精神变成了各种东西的融合 你看到这把壶很典型 它的涛天文 谈到它的阴洛文 阴洛文是佛教中带来的 传统上的大的形器 是受禅宗文化影响很大的形器 可是这个文 很细的阴洛文 菩萨身上垂的 这种阴洛文过去禅宗的器皿中 是不出现的 那么在禅宗器皿不出现的时候 它出现了这么一种阴洛文 那么它用的这种工艺 是当时的工艺 它又镶嵌 镶嵌又和它结合在一起 我发现一个特点 所有的铁壶这个拔 它是支着的 它追求这种挺拔的美 这是我们说铁壶有五种精神 第一种精神 禅宗精神 第二种精神 武士精神 黄金精神 像东照宫 金碧辉煌 禅宗精神 像古朴 玉璃宫的建筑 非常优雅 那么很合计清淡 像日本人的 还有一种精神 日本本身的皇室 自己本身追求的 日本的神道精神 一味向上 在建筑中也有一个典型 鸟鞠 立在水里 像是排放一样的东西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再拿一把壶上来说 举一个例子 这把壶看来跟别的壶不太一样 还专门拿个皮套套的 这把壶是日本的皇室用壶 它上面有日本皇室和政府的徽章 它代表了日本精神中 自己讲 他们过去讲叫和魂汉彩 后来讲叫做和魂西彩 大和民族的魂 西方人的文采 西方人的表现 大和民族的魂 大和民族的魂 中国人的汉文化的光彩 赏完精致独特的铁壶 其实是在审阅自己的内心 以收藏观心性 正暗合了曾国藩修行智慧中的 月无望所能 那么铁壶文化的背后 隐藏着哪些历史的变迁 收藏研究日本铁壶 与发现中华国学之美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一定要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号称是国学堂 但是呢 就偶尔呢 我们可以从 比如说像日本文化里面呢 找到某一种和中国文化的对应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包括我们为什么把国学和 过两天和吴博方老师讲的失控 讲的和电子货币啊 互联网精神结合在一起呢 是因为我们认为 要真正的讲国学的东西呢 一定要从不同的领域里面讲 你才能真正的透出来 中国文化的那种特质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 日本的这种 大和的这种器皿里面呢 可以看到一些与当时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呼应的关系 国学是一种精神 对 这是东方文化都在传递这个信息 但这把壶集中的在传递这个信息 我们以前讲的这个less is more 就是少进是多啊 就是呢 好像只是一个口号 似乎呢 你尽量去做减法 但是刚才立强传递了一个很 刚刚立强跟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东西是多出来一点点东西呢 是把这一些因缘忌讳的事情 本来如是这般的 堵车啊 热啊 加在一起之后 你内心生腾起来的那一点的情绪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是某一些 我们需要努力花点时间去认清它 化解它 并且呢把它排除掉的事情 而去掉了这些之后 你看到一个实相 那个时候呢 你会产生一种清静心 对吧 上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我们从曾国藩的修身十二法 讲到收藏 讲到一个中国人对器物的精神 其实这样的精神呢 不仅仅是中国人 事实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呢 也同样的把这个精神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比如说铁壶这样的东西就是如此 我们可以借由对不同时机的铁壶的看法 借由我们对不同铁壶 面对它的时候 对自己的心情的关照呢 去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每一把壶都是一边镜子 可以看到不同的我们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四把壶呢 各自有各自的特征 稍事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比方我们看到这把壶的时候呢 它代表的是那种武士精神 对黄金的热爱 因为很多武士来自于农民 农民对黄色的金色金颤颤的 稻谷的热爱 其实呢 当我在表达这三个壶里面 最热爱这个的时候呢 我清楚地看到了 自己作为一个农民 农三代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这把壶呢 它是浮雕浮得很高的 而且很多工艺的都很复杂 这是当时的欧洲人 他们去向日本人做定制的时候呢 欧洲人的那样的 西方式的那种 精神下的一种产物 所以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那这个呢 其实是用很薄的铁机做的 它代表了某种 对工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实际上是蓝学进来之后 对日本的大影响 对 那这把壶呢 据说呢 是来自于对 这个日本最后那点精神的一种保留 这所谓精神就是 去除所有的 妄念之后的那样的一种东西 那这也是日本皇家 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所以这是日本皇家的一麦户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过来呢 我不把它当作一个日本户来看 我只是把它 我在我的心里面 我认为它代表 它传承了某一种东方文明的一种 有趣的东西